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这个题目大家或许会疑惑 什么是多引擎 什么是虚拟念 这些问题我都会在后面回答大家 现在开始我的演讲 在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些情况 在使用Circle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Array的每一项有什么含义 在使用Circle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Map中有哪些Key 在使用Circle的时候 你有没有因为数据口径的变更 而多次去修改Circle 如果有过类似的情况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演讲 我的演讲将从以下四个方面 介绍虚拟念技术 第一是虚拟念的背景 背景会分为数据分析 ORTP数据库管理系统 和ORAP查询引擎这三个角度 让大家知道虚拟念是什么 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用虚拟念 第二是虚拟念在字节跳动的设计和实现 这一部分又会分为DQL和DDL进行介绍 第三是上线后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存在于Kellset当中 而且内部在设计的时候也没考虑到 属于踩坑的分享 为了避免他人也踩到这个坑 所以单独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第四就是字节跳动上线后的一些收益情况 第一部分是虚拟念的背景技术 这一部分会介绍的比较基础 如果你已经有虚拟念相关的经验 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否则的话我们一起进入这一部分 这部分首先从数据分析角度来看 什么是虚拟念 我也不是什么权威 所以给不出什么严格的定义 于是复制了维基百科的定义 但这个定义很难理解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提取了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自动的 用户使用虚拟念的时候 引擎会自动的将虚拟念改写成对应的表达式 第二是计算出来的 而不是存储的 它没有预先的进行计算 我们再想想试图 试图和虚拟念这个特点是不是都一样 也是查询引擎自动将试图展开成对应的circle 并且不会预先存储成数据 所以更通俗一点来讲 它是一种劣迹的试图 如果还不太理解也没关系 我们来看下一张给出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有一个虚拟念叫做虚碎 它的计算口径其实就是年龄加一 A极加一 类型是Int 用户使用的时候 直接查询虚碎这个虚拟念 但引擎改写的时候会将它展开成 A极加一这个表达式 对于用户来讲 其实它是感知不到的 而是引擎去自动的进行改写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理解什么是虚拟念的吧 接着我们进入下一张 看看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虚拟念 在我看来使用虚拟念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 当我们修改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通知所有的使用方 比如刚刚那个A极加一 那个表达式 你改成了A极加二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通知使用方的 因为使用方写的是一个虚碎那个字段 Virtual Age那个字段 第二 表的用户可以直接看到虚拟念的计算口径 而不用频繁地去问表翁的 某个指标的计算口径 尤其是Map字段会放很多KV 但用户常常不知道 这个Map中有哪些Key 那就只能去问表翁的 虽然表翁的可以将这些信息 记录在文档或者其他地方 但总没法保持最新的 如果用虚拟念 就可以保持最新的状态 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有一个等级列最开始是分为ABC 然后又改为了ABCD 这种变更要所有的下游都进行修改 修改工作非常耗能力 而且还可能遗漏 一旦遗漏数据就会出错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问题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第一种解决方案 可以将列存储下来 但这会增加存储的成本 而且需要重新计算历史数据 第二种方案可以保存成视图 但视图不够灵活 改一个列就需要改整个视图 而且视图的全线维护成本也高 字节跳动内部有很多敏感列和航权线的限制 如果单独维护在视图的话 这个overhead太重了 第三种方案 UDF也可以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 比如写一个UDF 做这个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80的这种判断 但UDF的开发成本很高 这也不用考虑了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虚拟列了吧 那么我们继续进入下一张 这一张会从OLTP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来看看 我所列出的这些数据库 比如MiraDB CircleServer和Woracle 都实现了自己的虚拟列语法 因为Circle2003中就定义了它 虚拟列可以用在Corectable和Watttable当中 右侧给出了它语法的定义 我之后的实现也参考了它 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 并不会深度地展开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张 这张从OLAP引擎的角度来介绍虚拟列 我接触的OLAP引擎只有Flink支持虚拟列 Spark和Presto都不支持 Flink支持虚拟列 其实是复用了Calcet的虚拟列语法 不过Flink也增强了一些虚拟列的实现 并且贡献回了Calcet 为了大家对Flink的虚拟列 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我们来看下一张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新建了一个Metable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子端Cost Cost就是Flink中的虚拟列 查询的时候会替换成对应的表达式 它的表达式是这一部分 Flink的虚拟列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不支持其他的引擎 Spark和Presto就无法查询Flink的虚拟列 这意味着在大部分Batch的计算场景下 它都无法用上 字节跳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基于Apache Calcet 开发了多引擎的虚拟列 我将在下一部分介绍 虚拟列在字节跳动的设计和实现 第二部分是虚拟列在字节跳动的设计和实现 如果你是普通的数据分析人员 可以考虑略过这一部分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些比较深的Circle解析概念 但是你可以将我的演讲分享给你们公司 做数据中台的同事 让他们去设计并实现一套虚拟列 在字节跳动 虚拟列也是我们商业化的数据分析人员提出的需求 然后由我们数据引擎团队调研开发 并最终实现的 如果你也是数据中台的开发人员 欢迎进入这一部分 看看虚拟列在字节跳动的实现 虚拟列的DDL设计和实现 会分为Parser, Validator和Executor 三个阶段来讲 这三个阶段都比较好理解 Parser就是解析DDL的Circle Validator就是检验DDL的Circle Executor就是执行DDL的Circle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章 首先从DDL的Parser开始 Carset原生就支持Creator的时候使用虚拟列 但Carset不支持虚拟列的comment 也不支持add,drop, columns 虚拟列通常应用于一些Creator完成的表 表都已经建好了之后再去新增或者删除虚拟列 所以Carset的语法是没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字节跳动就自己实现了一套虚拟列的DDL语法 主要是增强了comment和add,drop, columns,语句 在字节跳动 我们的查询引擎BetQuery修改了Parser.jj 支持了comment 并且也支持了Watttable的时候 单独对虚拟列进行增加和删除 真删有了的话 查询我们是通过show columns的支持的 这里还提到了Parser.jj 这是一个JavaCC的语法文件 Carset是用JavaCC来实现Parser阶段的 BetQuery是字节跳动的内部查询引擎 后面也会多次提到 在Parser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对虚拟列进行一些合法性的检验 比如表和列的存在性 这个列的存在性包括两个方面 虚拟列表达式中使用的列必须存在 然后虚拟列不能和其他的列重名 其次就是实际的类型和期望的类型必须匹配 这点和Flink不同 我们刚刚看到Flink的那个语句 其实是不需要手动声明类型的 因为Flink自己会去推断表达式的结果类型 但BetQuery不支持省略 其实并不是因为BetQuery不支持推断 BetQuery其实也推断了类型 但是BetQuery会有丰富的影视类型转换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影视类型转换之后的结果能和用户的匹配上 避免一些意外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禁止了insert虚拟列 因为虚拟列是不能被存储的嘛 最后我们也禁止了聚合函数 但这是其他的用户自定义函数 因为聚合函数语义会受到各loopby的影响 不能够单独拆分成一个表达式 这里我们提到了BetQuery支持 丰富的影视类型转换 我将在下一章介绍影视类型转换相关的工作 BetQuery有许多影视类型转换的改进 比如BetQuery支持了复杂的类型 Map Array 这些也贡献回到社区 还有BetQuery支持更细腻度的影视类型转换开关 Kellset只有一个影视类型转换的总开关 BetQuery可以针对某些类型之间单独关闭 比如Stream和Double比较的时候 这里也给出了一个例子 字符串1和1.0比较会变成1.0比上1.0 这种转换其实通常来讲不会有问题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一些精度的差异 比如字符串它转完了之后就变成了1.000 很多个0后面一个1 那这样子一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1.0001大于1.0 那这个结果就变了嘛 这是比较危险的 为了避免影视类型转换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会关掉这个开关 我们默认是把这个Stream和Double之间是关掉的 为了避免影视类型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还会推荐用户写成CastDecimal的这种形式 就不使用这种影视类型转换 当有来一个合法的虚拟念DDL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DDL来执行了 这是虚拟念实现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考虑过Metadata的多种组织形式 比如存储成Json 但Json在转译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用户复杂的表达是 会有Json函数并使用转译 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方式是拆分成左侧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可以不受用户表达式的影响 而且解析效率比Json要快 这种形式其实参考了Flink 但比Flink更强大的是解决常表达式的问题 BitQuery和Flink都是将虚拟念的原数据 存储在Have MetaStore的Table Properties中 我们知道Have MetaStore的Table Properties 对应一张My Circle表 My Circle表的字段是有长度限制的 Table Properties的Paramous Value这个字段 默认的最大长度是4000 我们不可能修改My Circle的表去增加字段的长度 所以BitQuery会将表达式拆分成多个部分 这多个部分就是大家在左边这张图看到的 Part 0,Part 1,Part N这些 每一个部分都只有4000个字符 如果没有超过4000个字符 就不需要拆分了 右侧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Ti有很多种近似算法 我这边给出了其中一种 将其作为一个虚拟念 PPT中给出的这个表达式 其实已经超过4000了 我只是用省略号省略了很多 所以BitQuery会将前4000个字符 作为第一部分 剩余的这1848个字符 作为第二部分 其他的一些信息就是 Name Type Comment 这些是比较简单的了 BitQuery主要解决的是 常表达式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用户 会使用很多很多 比较长的表达式 虚拟念DDR的Path Validator和Executor 都已经介绍完了 接着我们进入 虚拟念DQL的设计和实现 DQL的设计和实现 Path和Validator 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使用上 其实就是普通的查询 所以我这边重点会介绍的是 Commode和Adapter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章 在介绍DQL的Convert之前 先介绍一下Caleset中的一些概念 Caleset将解析分为 Path,Validator,Convert和Optimizer 四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我图中的这四条线 分别是Path,Validator,Convert和Optimizer 它们每个阶段都会将一部分 转化为另一部分 首先Path是将Circle 转化成Path完的CircleNode CircleNode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Circle 解析完是一个抽象语法术 抽象语法术的节点 其实就是CircleNode 在Caleset中 其实本质是一个Java内 这个CircleNode是Path完的CircleNode 还缺乏很多Validator 没有进行检验 所以它可能是个非法的 接着进行Validator Validator的时候会检查 并且会检查这些虚拟念 然后我框了这一部分 其实框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 它们可以感知到虚拟念 Path的时候 它们只是一个普通的identity 它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虚拟念 只有在Validator的时候 它才会去判断 因为要判断虚拟念的表达 是那些是否合法 Validator完了之后到Convert的时候 它也是能感知到虚拟念 所以框在在一起 它能感知到虚拟念是因为它需要展开虚拟念 当它展开完了虚拟念之后 Optimizer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表达式的 它看到的是表达式 所以它也是感知不到虚拟念的 所以Optimizer是没有框在内部的 然后这里还提到了一个NearNode NearNode 从CircleNode转成NearNode的时候 其实也是把一个数变成了另一个数 只是这个NearNode是关系代数的一种描述 而不只是之前的语法描述 CircleSet在这个Convert的时候 只支持了一些简单的表达式 但BetQuery能够Convert所有合法的表达式 因为BetQuery将这个虚拟念放到了一个CircleSelect CircleSelect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CircleNode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Select语句的Path结果 然后直接Convert这个Select 这一部分就介绍了整个虚拟念DQL2的Convert 然后补充了一些CircleSet的概念 CircleSet这些概念可能比较复杂 大家只要知道这些基础就行了 然后CircleNode和NearNode本质就是两个加班内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CircleSet的官网上 找到更多详细的信息 在Convert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DQL2是如何适配的 在适配的时候主要是适配不同的引擎 对于Presto我们是直接使用Presto Circle 因为CircleSet本身就提供了各种方言 OnPath的能力 BetQuery提升了Presto方言的OnPath 而且这一部分是有贡献给社区的 Presto的方言它就是将刚刚提到的Leonode 转成Presto Circle 接着是Spark Spark的话我们这边采取的是便利 Leonode生成Spark的DataFrame 因为我们觉得Spark的DataFrame是比Circle更加灵活的一些表达 能够实现更强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选择用Spark的DataFrame 而不是直接转成Spark的Circle 在支持了多引擎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case 就是SelectSync from T 因为支持了多引擎 对于Presto和Spark直接去查询 他们是看不到虚拟列的 但通过我们BetQuery去查询的话 是可以看到虚拟列的 这就会导致用户很疑惑 用Spark查询是查不到 但是用BetQuery又可以查到 为了避免用户的这种疑惑 我们新增了一个page 专门来控制SelectSync是否展开 并且把这个page默认关掉了 这样子我们SelectSync from T的时候 就是看不到虚拟列的了 默认关掉了之后 就可以保持 通常情况下和Presto和Spark 都是对齐了的 避免用户的困惑 当用户想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Set这个key等于True就行了 第三部分是上线后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设计实现中 确实没有考虑到 我将在这一部分 把我的踩坑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个问题是一个用户 宽表解析很慢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用户 往一张表中加了831个虚拟列 这张表本来就有220多个普通的子短 解析时长就从原来的3秒多 变成了30多秒 这对于用户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我们排查问题发现 根本原因是Kerset目前的结构 是一捏一捏的Presto Validate Converter 这会导致很多方法重复执行 更具体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会将一个捏转成CircleSelect 去进行Converter 那831个捏 其实就是831个CircleSelect 去Converter 这会有很多重复执行的方法 就比较慢 解决方案其实也很简单 在Kerset的Factory中 添加一个P量处理虚拟列的接口 因为之前是一列一列处理的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P量处理的 然后所有的虚拟列 放到一个SircleSelect中 那就只进行一次Converter 最终解析的时长就从30多秒降低到了5秒多一点 这对用户来讲就是可以接受的 虚拟列目前能讲比较稳定 就只遇到了刚刚来一个线上的问题 其他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设计实现中基本上都已经考虑到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上线之后的一些收益情况 虚拟列在6月下旬上线的 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覆盖了20多张表 200多个字端 其中最大的表有200PB 我们估算了一下 它的虚拟列存储下来会需要30多PB 这也就意味着虚拟列可以节约这30PB的存储 估算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字端的Size乘以总行数 再除以压缩率再乘以副本数 其中最长的表达式也有12000多个字符 这是Flink受到Hell限制无法支持的长度 而我们每天的用户数也在300多个 一天有5000多次的查询使用了虚拟列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其实刚刚看到的只是从使用量覆盖率来看的收益 虚拟列最大的收益还是使用Circle的数据分析能源 它们可以节约大量对齐口径的时间 而直接从虚拟列当中取数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口径对齐取数不移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关于Carset虚拟列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Carset邮件列表中询问 我会经常关注邮件列表中的一些问题 或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另外Carset社区其他的一些人也会非常热心的解答你的疑惑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谢谢大家